大家好 今天来到高尔夫球场 我上一个视频是在做交易的时候 提到交易对高尔夫球的影响 那么今天来到高尔夫球场 当然就是说我打高尔夫球跟交易的关系 有什么帮助 那么我做这个视频主要 飞机 我做这个视频主要是说 生活的智慧运用到交易之中 提高我们的交易的盈利 跟把交易的心态做好 是以这一个方式来做视频的 所以如果你看我的视频 你不懂高尔夫球的话 你听完我高尔夫球 讲高尔夫球这部分 马上就会进入到 跟交易的联系的一部分 如果你喜欢高尔夫球又喜欢交易 那正好两样都可以收得到 那么今天的主题 我想了一下我要讲什么 是想说打高尔夫球或者交易 有没有武功秘籍 在人类是一个很奇怪的动物 对于这种困难的事情 它会追求两样东西 一种就是一种特别的方法 就叫做武功秘籍 一个就是改良它的装备 那么在武侠小说中 我们常常看到武功秘籍 对应的改良装备 就是倚天屠龙剑 我们都每个人都希望 武功这么难练 最好就可以找一个 神龙教教主睡一个觉 武功就大为斩尽 那么如果方法没有的话 那么就希望找到一个 一把什么倚天屠龙剑 让自己的武功大闪 好 大家听到这里 应该就非常关心一个问题了 就是到底交易或打高尔夫球 有没有武功秘籍 或者是交易秘籍 特别大家关心的是交易 有没有交易秘籍 让你用了这个秘籍 让你的交易成绩 飞速提高 盈利成倍增长 让你的交易增加稳定性 这样的武功秘籍 我可以肯定的跟大家说 有 好 马上就要开球了 那么提到武功秘籍的话 那我也不能够瞎扯 当然说自己都没有 就来展现什么武功秘籍 那么我这个也算是小秘籍吧 我上一个视频 大家看到我打了100干 如果今天可以打95干 那么就表示 这个秘籍还是有点用的 虽然不是非常了不起 可是还是有点用的 如果大家打高尔夫球 应该知道想进步五干 是至少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那么我才两三个星期 如果可以做得到 那就相当不错了 那同时交易也是有密集的 我自从好好的打到高尔夫球 从高尔夫球体会到这一个方法之后 我的交易也进步神速 好 马上就出现问题了 刚刚开球 打了三干 打到这里 还有200多压 这是五干洞 那么很容易会说 我要拍视频 所以有压力打不好 那么这一期就先跟大家讲压力 什么是压力 其实压力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 我们说既然是力的话 可不可以用马力来计算 可不可以用重量来计算 它都没有 压力是不可以计算出来的 同时如果我说 我给个男子你 你去帮我捡两个压力回来 你可以捡压力 可是捡不到压力 那么压力是什么东西呢 好 先解释一下 我讲的这些定义 其实是我个人的体会 不是这个技术上的专业解释 因为刚才说什么是压力 我个人的理解 我个人的理解 就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对自己未来 对能力 对自己能力的不确定性 的一种情绪表现 这边很简单 前面右边有个水潭 我在这边开球 那么我不确定 我打不打 会不会打到水潭里面 当我不确定的时候 那么我的情绪就有反应 当我有情绪反应的时候 又影响到我的基球技巧 所以所谓压力 只是一种情绪反应 这种反应是对未来 自己能力之内 不确定的事情的情绪反应 好 大家可以看到 我刚才说压力 我本来是很有压力的 因为我不知道 我可不可以打出直线的球 那么现在 其实我已经没什么压力了 因为我知道 我有能力把球打到中间 你看那个球在那里 那边是水潭 后面是水潭 它非常直 前面是果理 当你有了控制未来的能力的时候 压力就不存在了 就像我们走路 我们平常走路是不会有问题的 对不对 可是如果小孩子走路的话 大人会有压力 老人出去走路的话 我们也有压力 是因为我们不确定 它到底会不会跌倒 只要我们有这个能力的话 就没有压力 压力只是一种情绪性的反应 那么怎么样把这个情绪性去掉 就是提高我们做这一方面的技能 好 这是一个五肝洞 520码的五肝洞 我第二肝打到这里 在前面还有170码左右 160、70码 刚才讲到压力 压力就是对自己 是自己对未来处理的能力的 不确定性的一种情绪表现 那么我们怎么样解决压力 我上次上一个视频还说 我每次可以打Birdy 或者打Path的时候 我就会有压力了 我自己都在找借口 这个根本就不是压力 是我对自己 我的推杆没有信心 没有不知道我推出什么样子来 所以才会有压力 而压力其实就是 我们没有进步的情况下找的借口 除了是一种情绪反应 还是一种借口 那么怎么样消除压力 很简单 提升自己的对未来处理的能力 当你提升了 那么这个就自然消失了 你会走路之后 你就从来就没有担心 你会跌倒了 所以简单来说 如果你要找借口 你可以找出千千万万个借口 可是你如果想要进步 你只有一个理由 找出你不能进步的原因 改正它 好 刚才插了一个话 跟大家讲的是 关于这个压力的事情 现在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 你武功秘籍 交易有没有武功秘籍 打高福球有没有武功秘籍 那么我们先讲一些 没有武功秘籍的事情 比方打羽毛球打篮球 是没有武功秘籍的 篮球我讲过很多次了 现在我讲一个就是羽毛球 羽毛球我们华人也打得比较多 那我打羽毛球 没有人告诉你武功秘籍 没有任何一个武功秘籍 突然让你杀球杀得很猛 让你往前放得很柔 是没有的 都是练出来的 那么如果你懂得训练的方法 那么你就可以杀球杀得更猛 杀球杀得猛 很多人以为上升的体力够 就可以杀得猛 那这个就是错误的方法 这个是技巧不对的 其实杀球杀得猛 是你走位走得好 你到位了 你站好在那边 在等那个球的时候 打下去就会杀得猛 你放碗前 如果你急急忙忙冲过去 你的惯性就把自己带过去 放碗就不柔了 所以在这些运动上面 他的所谓的武功秘籍 或者是技巧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拼命练上升的肌肉 根本杀不了球 一定是要用脚步 所以有很多运动是有技巧 可是没有武功秘籍 那么为什么这些运动会没有秘籍 而是有技巧了 而只有技巧了 是因为这种运动是大家享受的 所以你去到那边练习的话 你练对了就很开心 练不对 你还是很享受这个运动 不像说武林高手 看到陈静兰 国威小宝 周英词拍那个电影 看那个目录都看三年 练完都要三十年 所谓武功秘籍 就是把你要做的事情 的时间缩短 所谓事半功倍 或者甚至是一分付出收获 十分收获 这种缩短 但它简化容易的方法 就是武功秘籍 那么打球有 做交易也有 好继续讲武功秘籍 武功秘籍是什么东西 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 武功秘籍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谓秘籍 就是跟前人做的事情不一样的 为什么你跟前人做的事情不一样 才叫秘籍了 因为前人通过几代人 几百年形成的东西 如果可以改进 早就改进了 你现在突然要改进 能够达到事半功倍 或者是说最快的速度 跟最少的付出 达到同样的效果 或者更好的效果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武功秘籍是反现在的 现在的东西看上去是合理的 可是你做出一个 所谓的武功秘籍的时候 人家觉得你很奇怪 跟我不一样 其实武功秘籍 其实从某种意义讲 就是一种另类的东西 比方说我打高尔夫球 我现在用的方法 我觉得是我的武功秘籍 当然我没有达到专业程度 我打一年多 我觉得是我的武功秘籍 所以就很多人说 你的方法不对 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站的不对 所有都不对 可是如果我用他的方法 我练了很长一段时间 也练不出比他们更好 反而我这套方法 立竿见影 所以如果你想学武功秘籍的话 你就要有接受改变的勇气 刚才说到了 所谓武功秘籍 就是跟现在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你看伟小宝 前人从来没有一个人 可以跟一个神龙教教主 睡个觉 就可以武功大战 只有他可以有 所以他是跟传统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当我们思考武功秘籍的时候 思考的就是改变 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你才可以达到 你想要的效果 当然不一定 所有不一样的东西都达到 当你达到的时候 那个才叫做武功秘籍 你可以试很多奇奇怪的方法 都不一定达到 这个先补充一下 不是说不一样的方法 就绝对可以达到 那么好了 我们说 高福球要跟交易有联系 交易是什么情况 我做的七点止损 或者叫小点数止损 七点是我自己用的 你可以用十点啊 五点啊 十五点啊 都叫小点数 我刚刚做这个的时候 是遭到一片抨击声 说这个是自寻死户 我现在自从 自从打了高福球 把高福球这套理论 运用到这种智慧 不是理论 打高福球这种智慧 运用到这个交易之后 突然非常开朗 非常舒服 交易起来 也是一种兴趣 那这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当然也不是完全是我自己创造的 是前人已经做了一部分 我把它修改起来 把交易 把高福球的智慧运用到交易之中 达到了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跟前人做的不太一样 这就是我自己本人的武功秘籍 可不可以传授给别人 不知道 当然应该是可以传授 至少打高福球是可以传授的 跟大家讲一个很好玩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打高福球 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从 教一个人通过视频教他 教完他之后他打不到球 是不正常的 他是绝对打得到球的 就用这一套方法 几乎都是打得到球 而且打得出来那个声音是呸一下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 如果你打过高福球 这个就很重要了 如果一个从来没学过高福球的人 来跟我学这套方法呢 他会跟我说 这个机器很吵 他会跟我说 你的方法跟别人不一样啊 这个就是 那你就去学跟别人学 那么如果打过高福球 又没有打得非常好的时候 一来学这个时候 哎呦 你的方法怎么这么容易 又不累 手又不痛 腰也不痛 而且打得又准又直 所以有些是你要经历过 才可以体会到这个密集的好处 哎呀 说到五公密集 大家开心了 好 我就讲高福球的五公密集 上一个视频 在高福球场上 我打的那个视频 我做的那个视频 我有讲到推杆 我突然来这边发现 一个推杆的方法 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 我就用那个方法 马上用 练习都没练习 就马上用那个方法 结果我那一天的推杆 是我有史以来最好的 基本上都是两杆推进 有时候还有很多一杆 插的就是三杆 三杆在三四杆左右吧 那这个就是一个五公密集 就是跟前人完全做的不一样 我同样灵机一动 找到的 那么自从我用那个推杆 都不用练习 它就好了 比方打沙坑 打沙坑我也没有练习 就是同样一个密集 它就打得好了 这些就是所谓与前人不一样的 那么你才有这个效果 你跟前人的话 他一定要推几百次 几千次几万次 才可以推出那个效果 可是你有这个方法之后 立杆建议 好 这边来重点了 是不是你有五公密集之后 就自以为是 固步自封 不求斩禁 这是不对的 还要吸收新的知识 我的推杆我还没有练过 我就是用 我有打过了 我已经有打过 就是用这套方法 就推得非常好了 可是昨天我还去看视频 看到Phil Nixon 就是一个高福球的 多次的世界冠军 他就讲推杆的方法 怎么样推 那么跟以前我学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部分人推杆 都是拉多远推多远 对不对 你想想看你推杆是 五十次拉杆 五十次打完球之后 推出去的那个部分 Phil Nixon讲 在三到五尺之内的推杆 只需要 百分之二十五次拉杆 推出去打到球之后 推出去的部分 是百分之七十五 我结合我自己的方法 用他这个方法 又到了一个新的 不一样的境界 这个意思是告诉大家 当你是有了所谓的 很好的方法之后 你还是要有一个 开放的事业 那么你才会做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进步 对了 那么我们讲打高福球不是重点 我讲之前跟讲跟交易有关系的东西 那么好了 我这个小子损的交易啊 是个小众市场 不一定适合你 可是你看一下 听一下 会不会对你现有的交易有帮助呢 好 所谓的交易秘籍啊 还要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啊 就是让你对这个事情感到有兴趣 越做越有趣 比方说我发现了这一套打高福球的方法 这套方法其实不是我自己发现的 我是看了很多视频之后总结出来的 我打球就身体就不痛了 我本来打的手啊 那个什么 你看我这边还包住 这个是以前打受伤的 现在已经不痛了 现在一边打球 一边在修复之中 打得非常轻松 以前打一百多个球 累得够像 现在打三百个球 五百个球都轻松的不得了 那我就有乐趣了 我有乐趣 我就不停的回来 我不停回来就自然就进步嘛 你做爱做的事 成就一定比被人家强迫去做的事情要好的 交易也是一样 交易我们都是在交易之中 都被恐惧跟贪婪左右着 所以我们其实在交易之中是没有乐趣的 只是我们为了赚钱而去做交易而已 那么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方法 让你在交易的时候有乐趣 在你看盘不交易的时候 有乐趣的话 那么你就会不断的回去交易 提高自己的技术 把交易做得更好 技术武功秘笈 除了要有一套 荣技 而且可以达到目的的方法之外 还要有一个有趣味性 来跟大家拍一下 前面这个红衣服 这个你看它上面还有一个 就是那个长站的旗子 77岁了 在这边享受乐趣 他为什么会来这边 你叫他去做工或者做一些很辛苦的事情 他当然不会去做啊 因为他有乐趣 不管多大都可以回来 年纪多大 或者是走路不方便 都可以回来打学 你看他准备被打车了 哇这边好多飞机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交易做成是一个乐趣的话 变成一个自己的乐趣的话 你再大年纪都可以去做交易 而且还可以从中赚钱 刚才跟前面那个老爷爷聊了一下 他才打了15年球 就77岁减15的话是多少 62岁才开始打球 打到现在 走路是摇摇晃晃的 你看 我们做交易 不管你年轻或者年纪大 只要你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 所谓的密集 然后 当然密集就是要让这个事情变成有趣 记住啊 如果没去的东西不叫密集 有趣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在任何年龄时段都可以开始做交易 好 刚才讲了武功密集 现在讲气界了 就是倚天屠龙间 有没有倚天屠龙间这种事情呢 我不知道 可是呢 我不是我这个发球杆啊 一直方向不准确 那么我一直在思考 我怎么样可以把这个方向打准确 我跟大家讲这些东西啊 就是希望大家开动脑筋 把一些平常的事情 一些问题想到解决的方法 我希望大家通过我这个视频 不管你做交易还是不做交易 都可以从中学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好 那么我一直打不准 因为很难描地形啊 他所有问题都不一样 那么我看别人哈 发球杆两个连住 他让他不丢掉 不跑 我就赶快做了一个 我做了一个 我把它诞成是我的倚天屠龙间 你看我这个球又是打在 哎 看不到 反过来了 我又把这个球打到了球道的正中央 你看我的环境啊 我打到球道的正中央 打了将近啊 这个是 这一个洞是三百八十 我这边还有一百七打两百码出来 对不对 我就把它打 诞成我的倚天屠龙间来用 这个什么 为什么这个是倚天屠龙间 我告诉你 很好玩的 我把前面这一个插在前面 把这个线抹直插在后面 那我不是有个方向可以看了吗 那么我就不会再打歪了 不会因为地形的问题 我站上去啊 被这个地形欺骗我的视觉 我用这一个之后 我的球就是直的了 所以这就是我的倚天屠龙间 意思就是说 只要你开动脑筋啊 很简单的方法 就可以改变很复杂的问题 我这个是看到别人用这个 他不是放在这边 为了让他不丢失 我把它派上用场了 所以我的倚天屠龙间 又把这个联系到交易之中了 交易刚才说我的倚天屠龙间 两条东西就是我的倚天屠龙间 交易中有没有人 交易中目前我还没有发现 真正的倚天屠龙间 那么大家用的EA啊 人工智能啊 大家就是追求这个倚天屠龙间 希望大家有人追求的出来 那追求追求出来的话 我们这个世界上 大家都也不用做事了 就用那个倚天屠龙间 跟自己赚钱就好了 所以看上去也不是很现实 我觉得还是从自身的这个 上面下功夫为好 把自己的情绪啊 所谓的情绪压力啊 就是对未来的这个不确定性 变成你有能力掌控的事情 那你就去没有压力了 好了前九个洞打完了 加了十杆 哎这个是非常好了不起啊 因为我的目标就是打bogey golf啊 就是每一个洞加一杆这样子 哎打到46 如果我后面也打46的 或是98 那是不得了啊 对我来说是稳定的程度啊 那么就是说到现在这个情况 我后面会不会有压力呢 我以前会说啊 我前面打的好后面就会有压力 会打的一塌糊涂 我现在觉得我应该是没有压力 也不会打的一塌糊涂 因为我对未来有一个预知性 我知道我的能力可以控制 我发球杆不会出错 我有我的倚天屠龙剑 我有我的武功秘笈 我不会出错 我就不会再有这个情绪上的这种 负面的情绪反应 那么我相信下面九个洞 应该跟这里也是八九不离十 好了 既然讲到倚天屠龙剑 那么我就透露一下 我打高夫球的倚天屠龙剑是什么东西 你看我俩那个穿起一条线 我把前面那个压低 后面这个球 抬起来 那么我把这个方向对着前方 我要打的位置 那我的方向就有了 我就不会受这个地理环境的变化的影响了 我就看着那一点来打就好了 很简单 就解决掉我这个打不直 或者是由于判断这个地形错误 造成的方向的失误了 哎呀 这个真的要炫耀一下 有了倚天屠龙剑 我刚才那个东西 这个是第二个蓝打的洞 还有一个handicap 排第二个蓝的 这一个洞 如果大家有来这个sky west打 常常会发现球都会打到去哪一边 往那边去 因为你站的时候 你就会往右边瞄 因为站的位置 我刚才解释过 你看我打这个 我站在这里 球道的正中央 打出了220码 直线一点都没有歪 这个值得炫耀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打球的 大概知道我讲的是什么东西了 好了 聊点交易 交易按照我以前 在我打高尔夫球之前 或者是打完高尔夫球 没有把他这个高尔夫球场上的智慧 运用到交易的时候 我亏损之后 我是有那种 马上报复交易的情绪的 有时候一下子 本来好好的 每个月赚一个百分比 或者每个星期赚一个百分比 那一天可以把几个月赚的 甚至都赔掉 那一天 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是对未来没确定性 怕今天不赚回来 明天就赚不回来了 可是当我运用了这套智慧之后 我知道我亏钱是其中的一部分 可是长远来说我会赚钱 我亏了 我就走了 我给自己设定的时间 两个小时之内不去交易 我回来看一看 哎呀 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总是会判断错误的 那么就表示说 我今天判断不准确 那我今天就不交易了 我第二天回来还会 就不一样了 就会赚钱了 所以什么武功秘籍 什么倚天屠龙剑 讲到最后 都是你对未来 有没有一定的确定性 有确定性的话 那么你做起来 不仅有趣 而且出成绩 好了 跟他们三个人 后面的三个 打了九个洞 那么有两个是加两个 有三个打加两个 那么现在是最后两个洞 自己故意给自己一点压力 就是说 哎 这两个洞打得不好的话 可能我95干就可以达不到 就达不到了 给自己一点压力 看 到底我讲的 所谓的压力 是技术的问题 还是情绪的问题 好 我们走着瞧 好了 打完了 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到 我今天录这个录的是很开心的 前面打了46 后面打了47 总分93 好像三个星期吧 从100减到93 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的成绩打得不错 93 上一次 三个星期前 100 三个星期进步 七干 而且还有更多的进步空间 因为我有些东西 还掌握的不是很好 还没发挥到我最好的地方 有几个四干上果领的 不是我的距离问题 我距离三干就可以上了 就是有一干没处理好 变成四干 所以我还有一些进步的空间的 那么今天主要跟大家讲的是 交易有没有葵花宝典 打高尔夫球 有没有葵花宝典 就是有没有什么武功秘籍 如果大家这样子看 按照我们对武功秘籍的理解 就是用最快的时间 掌握最好的方法 那么至少来说 这个高尔夫球队伍 就是一个武功秘籍 我现在用的就是武功秘籍 那武功秘籍的特点 大家知道 就是跟前人不一样 跟前人不一样的话 有人看起来 你打球怎么怪怪的 刚才那几个父子 就有问我 两个父子就有问我 你为什么站这样子 我刚才告诉他一些原因 他就跟我说 你这样不对 是我站这个东西 我打球的方法 跟别人是不太一样的 可是这就是我的葵花宝典 而我是一个业余拳手 也不可能打到多好 可是我这样子打就很爽啊 你看我整段路的 我突然看了一下 回头看 我路得很开心的 因为球打得很开心 这就是我的葵花宝典 那么还有没有倚天屠龙剑呢 我的倚天屠龙剑 这就是我的倚天屠龙剑 让我的发球杆 打得非常直 就是这么一点点小技巧 好了 刚才讲到是说 打高浮球 有葵花宝典 有倚天屠龙剑 可是我还没有打出 我最好的状况 就是说 即便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 最合乎人体的 那个力学的方法 你还是要训练 如果我再训练一下 把一些四肝 上果领的那些 剪掉的话 那么我还可以提高 所以你有葵花宝典 有倚天屠龙剑 也不代表你就可以 不求斩进 还有顺便提一个 即便你的东西是很好的话 你可以吸收外面的东西 别人的东西 你可以试一下 如果对你有合适的话 那么就可以成为你的 我的推杆 本来我已经觉得 我找到葵花宝典了 结果我昨天看了一下 Fu Nixon教的那个推杆方法 今天用非常有效 我只是差了一点力量 就是说他25%拉肝 75%推过肝 那个地方我还掌握不好 我加点练习的话 应该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所以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宝贝 还是要练习 同时我们除了讲 这个武功秘籍之外 还讲到所谓的压力的问题 压力其实就是 你对未来的无法掌控的情绪表现 如果你把自己提升了 对未来有掌控的 那压力自然消退了 所以我们在做交易 跟做打球的时候 必须要认识到 当我们感觉到压力的时候 是我们对这一个未来 我们做这件事情 它未来的结果 我们不可预知 所以才造成的压力 好了 刚才讲了葵花宝典 倚天屠龙剑 在打球上的 对交易有什么作用呢 交易其实也是有一些特殊的方法 可是交易相对来说 比较打高福球更复杂 因为交易你错了 就是亏钱的 你打错了球 可能就错了 就算了 就亏了 就打不好了 不是亏了 可是你打球 如果你交易的话 交易的时候 如果你亏钱的话 更容易进入情绪阶段 你想把钱赚回来 对不对 或者是你赚了钱 有一种欣慰感 欣慰感会造成你的 另外一种错误的精神状况 这个欣慰感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所以不管是挫折感 或者欣慰感 都是交易中要避免的 怎么样避免 很多人说什么内外兼修 这种讲的太大道理的东西 你是做不到的 简单来说 就是你要把看到的 或者是你认为可以的 这个葵花宝典 或者武功秘笈 用到你对未来有预测性 那么如果你对未来的 大方向有预测性 你就不会再出一个交易的亏损 或者是赚多赔多 你会再予说 我这一套方法 在任何时间段 都可以给我带来 大机会的盈率 那么你的什么压力就自动消失了 好了 今天跟大家讲的关于武功秘笈 在高福球跟交易中的运用 那么同时也讲到压力 压力的形成跟原因 跟怎么样解决压力的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我反复强调的 从来都在反复强调的 就是你要享受这个过程 不管你打高福球还是交易 你必须喜欢它 享受它 那么当你喜欢 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的结果是绝对 比做任何 勉强去做的事情要好的 关于怎么样享受 交易 在我的别的视频里面 我都会重点讲这些问题 如果大家只看完这个 还想看我别的视频的话 那么去跟随我的视频 那么我会有新的视频出来 主要是告诉别人 告诉大家怎么样享受 交易的过程 当我们进场之后 持单的时候 不会提心吊胆 当我们不持单 看盘的时候 不会烦躁焦虑 失去耐心 不管你有单没单 都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如果我们可以把交易做到 是享受 喜欢的话 那么盈利就不在话下 好了 今天跟大家就讲这么多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就分享 点赞 按小铃铛 如果有问题 直接问问题 因为你的鼓励 就是我的动力 谢谢大家 下次见